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一战中的美国 我们接着来聊聊关于美国在参加一战之后的战时动员机制 在美国参战之后,美国在国家动员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大的举措 是在1916年8月成立了国防委员会,作为总统的咨询机构 这个委员会是由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内务部长、农业部长、商业部长和劳工部长共同组成 主要职能是要负责制定国防动员计划 并且协调工业企业和国家安全福利资源之间的关系 在国防委员会之下,还附设了由七个人组成的国防咨询委会 这七名成员分别是巴尔蒂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丹尼尔维拉德 华尔街的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 哈勒逊汽车公司的副总经理霍华德·科芬 希尔斯·罗巴克公司的总经理朱利耶斯·罗森沃德 费城德莱克塞尔研究所的所长霍里斯·格德弗雷 劳联主席塞尔·康法斯 以及芝加哥美国军医学院院长芬兰克林·马丁 这个委员会的讨论议题包括征兵、物价管制、政府接管私人企业 以及组建宣传之后所产生的指挥机构 在美国宣传之后呢 包括食品管理局、燃料管理局、外桥资产管理处、出口委员会 铁路军事委员会在内的大量的经济动员机构 以特别立法的形式出现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关键问题 是由于缺乏战争动员的总体计划 所以各个机构相互重叠、各行其事 这个混乱局面直到1918年5月20日 国会通过了增援法案 授予总统全面组织调控各东洋机构的权力之后 才逐渐得到了解决 经济动员由混乱向有序发展的变化 在战时工业委员会这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17年7月 卫尔逊下令在国防委员会之下 成立战时工业委员会 这是一个中央集权机构来负责战时整个经济动员 与军事努力的一体化 这在美国历史上属于第一次 起初战时工业委员会 依赖的是私人企业的资源合作 但政府发现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行歧视的资源组合 并不能够满足美国战争机器日益增长的需要 和保证对盟国战略物资源源不断的供应 为此呢 让这个委员会能够更加有效的发挥作用的这种改革 是势在必行的 1918年3月 总统威尔逊对战时工业委员会实施了改组 赋予了这个委员会独立行政机构的地位 直接向总统负责 任命了巴鲁克作为委员会的主席 并也拥有除了议定物价之外的控制权限 在巴鲁克上任之后 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效能 才得以充分的发挥 这个效能包括统治资源 包括设备原料燃料运输劳工等等 使用一套优先次序的分配方法 把资源分配给那些专门成立的部门 并用他们决定物资的买卖和对实际购买力的控制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 这个委员会还成立了一大批高级职能布局 像优先次序分配部 资源保护部 设备管理部等等 但真正的工作机构 是由接近60个的商品处来负责 每个处由一名从相关的工业部门 征召的人员担任处长 这些处呢 掌握了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整个过程 每个处负责处理 与其相关的那个工业部门的问题 那么在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总体规划之下 当时美国全境被划分为21个军事工业区 来加速军需品的生产 一共生产了350万只各类枪支 4000门各类火炮 2万架作战飞机 875艘作战船支 1918年的战时经济生产计划规定 将在美国中西部筹建16个大型兵工厂 预计到1919年将生产坦克1.9万辆 飞机3000架 但我们也要看到 在美国所制定的如此宏大的战争多门目标的背后 实际上是非常不得力的实际执行 在生产计划里 打算向美国工厂订购2.3万辆坦克 但在战争结束前只完成了26辆 美军作战使用的2251门火炮中 只有130门是美国制造的 美国在欧洲所消耗的885万发炮弹力 只有20万发多一点是美国制造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一战中美国的战事动员是有明显教训的 而这个教训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对于美国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战时工业委员会战时的实践 最大的好处 是让当时很多实业界的领导人开始相信 政府控制未必意味着可能是敌意 或者是有损于私人利益的控制 尽管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核心理念 是说要基于爱国主义目的的工业自治 但是在被美国媒体称之为 国家利益的最优秀评判者 巴鲁克的调处之下 工商业利益集团不仅在委员会的政策制定中 起到了很大作用 而也能够从军事订货中获得可观的利润 所以呢 战时工业委员会也可以被看作 是补偿性国家建设与政商合作主义 在战时成功运作的典范 因为新年8月 美国国会通过了利弗粮食与燃料管制法 这个法案呢 授权了美国联邦政府 通过颁发许可证来管制必需品的进口 制造储存采矿或销售 实际上呢 就是对整个美国的国民经济进行管制 根据这个管制法 威尔逊设置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机构 国家粮食管理局和燃料管理局 对美国全国经济进行战时的管制 赫伯德胡佛领衔的粮食管理局 通过对粮食产品的制造储藏和分配 印发许可证的方法 对食堂小麦肉类黄油等实行有效的管制 同时呢 胡佛还号召消费者 开展无麦日 促食日 以及无猪肉日的活动 要求杂货商限制每个人每个月 购糖不得超过两磅 胡佛还规定 餐馆要在第一道菜用完之后 才能上面包 坚决要求给用餐者提供小方糖 而不是随便使用糖的那种糖罐 要求用餐者参观随处可见的 另有侏儒 有了小麦就能赢得战争 不要扔掉剩饭菜等字样的广告标志牌 这些措施是参战之后的美国 向欧洲的粮食出口增加了两倍 但煤和石油这是维持国家战争机器 持续运转的重要的战略资源 哈里加菲尔德所领导的燃料管理局 在生产配给和定量供应这三个方面 采决了有效措施 来解决战时的燃料紧缺问题 在通过采矿机械化程度提高 促进煤和石油产量提高的同时 加菲尔德还采用了分区供应方法 一方面可以使消费者就近用煤 同时也减少了往返运输 为了使煤能够尽量供应远的地方 而减少了不必要的照明和取暖 并且在1918年4月 建立了一般家庭用煤的定量供应制度 同年1月还实行了对燃料油分配的控制方法 以后又把控制范围 扩大到了对天然气和煤油的分配方面 那么劳动力对于战备经济的重要性 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战争期间 魏尔勋政府试图保护和扩大 有组织的劳工的权益 包括增加工资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加强生产安全监管等等 并将这一意图贯彻于战时统治领域 1918年2月所成立的战时劳工局 坚持给予工人足够的工资和减少劳动时间 并且阻止与政府有合同关系的工厂主 剥削妇女和儿童 一旦军需品生产厂商 拒绝接受战时劳工局的决定 政府就会接管这一期 但是当工人威胁着通过罢工 来要求增加工资 减少工作时间 或者是要求更为自由的控制生产时 战时劳工局就会做出决定 他们要么工作 要么去当兵 战时统治经济不仅体现在 粮食和燃料的生产配件领域 还体现在电报 铁路 航运 航空 这些关系的国际民生的重要领域 当然美国联邦政府正是利用这种战时统治 才有可能把全国很大一部分的自然资源 和劳动力分配 去生产军火和其他的军需品 在体现非市场化控制的战时统治经济中 私人企业的善意和合作 对于联邦政府来说 是不可或缺的 而这种善意合作 是以体现补偿性国家建设理念的 众多的战时经济统治机构的作用发挥 作为前提的 可以说正是这些众多的机构 他们既保证了为政府提供产品的厂家 能够获得高额利润回报 同时呢 他们又通过终止反托拉斯法的实施 来鼓励先前相互竞争的厂家 彼此之间进行合作 所以在战时统治经济之下 就形成了军事工业复合体 来满足赢得战争的国家目的 同时也理性化的推动了经济扩张 这样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的机密结合 一战是上世纪第一场现代化战争 战争角逐的结果并非仅仅体现在战场滋杀 更决定于参战各国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因此呢 如何通过行之有效的战争动员 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工业齿轮融合在一起 共同铸就美国的胜利 这是当时威尔逊政府必须直面的重大挑战 1917年1月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 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 以及奇摩尔曼电报 促使美国由中立向参战转变 1917年4月2日 威尔逊在国会参众两院联系会议上 宣读了参战咨文 尽管他的参战咨文遭遇到一些参议员的强烈反对 但是4月4日和6日 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参战决议 在国会支持下 威尔逊的总统权威得以充分的展现 在威尔逊看来 由德意志的那些军事专家们 所燃起的全面战争的烈火 这是对美国民主制度存亡延续的威胁 这也是对美国国家认同 国民凝聚力的重大考验 在战争面前 威尔逊认为 我们必须举国动员 必须激发和凝聚民众的爱国情怀 去捍卫一个感情一致 目标一致 责任感 机会感和现身精神一致的美国 为了积极地调动民众的爱国热情 引导社会舆论 1月17年4月13日 威尔逊又颁布了总统行政令 组建了公共信息委员会 是任命了来自丹佛的著名的进步记者 乔治·克里尔 作为委员会的主席 克里尔自己认为 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是要向美国民众和全世界解释 美国为何被迫拿起武器 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自由体制 当时克里尔招募了7.5万名志愿者 他把志愿者分成四人一组的演讲小组 吩咐各地的电影院 剧院 教堂 学校 以及其他的公共场所 发表四分钟的简短的爱国演讲 敦促民众来认购自由债券 支持国家 与此同时呢 这个委员会还雇佣了大批的学者 新闻记者 艺术家 广告业主 采用了从小册子 到宣传画 报纸广告 电影 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 向当时美国全国 发送了大量的支持参战的宣传品 那么随着美国卷入战争的深度 不断地加强 公共信息委员会的职能 甚至扩展到了对海外的战事宣传 那么在这个委员会的积极宣讲中 除了强调美国是为自由的伟大事业而战 同时呢 用善恶两分 非黑即白的二元论调 把德国也污蔑成为撒旦的信徒 罪恶战争的化身 这是威尔逊政府为了主动塑造普遍信仰 控制公众舆论的方式 来强化进行社会动员 当时克里尔呢 还专门和好莱坞电影大亨联手 把电影作为向德国进行文化战争的阵地 当时拍了一大批 像普鲁士狂犬 匈奴人的魔爪 下地狱吧 德国皇帝 这些公开宣传 邪悦国所谓的英雄们 和同盟国的野蛮之间 进行善恶之争的电影 他们充斥了当时美国的电影院线 这也造成了反德运动 席卷了当时美国的社会 而这也帮助了我们之前所讲到过的 反接连法 反山东叛乱法的通过和执行 不过在我们看到这些矫枉过正的 负面效应的同时 我们也应当看到 公共信息委员会 在美国参战的情况下 对于美国社会凝聚民心 调动爱国主义热情方面 也的确起到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美国的战时动员机制 使得美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充分体现 也让美国的战争机器 持续的不断的膨胀 1917年美军总兵力64万人 1918年的时候上升到了289万人 其中陆军达到了239万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也分别达到了南北战争结束之后 历史的高点 分别是44.86万人和5.28万人 大西洋的反潜战 以及潘兴所率领的美国远程军 在欧洲的拼死搏杀 也充分展现了美国在以消耗为关键词的 现代化工业化战争中 强大的海外军事投送能力和作战能力 在经济领域 一战首当其冲的作用 是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 无论是参战之前 还是在参战之后 外部经济需求所拉动的资本主义工业齿轮 在美国高速运转 以制造业为例 从1914年到1920年 欧洲的制造业生产下降了23% 美国的制造业生产增长了22% 国民收入由1914年的312亿美金 增加到了1918年的569亿美金 和和平时代最大不同的是 战争状态下 国家发展的核心法则 是如何通过全面的战争动员 战时经济与社会统治 以及爱国主义的广泛宣讲 使得当时美国国内的资源和发展潜力 发挥到了极致 为赢得战争的胜利 贡献了持续的动力 一方面呢 为了赢得战争所进行的广泛的社会动员 敲富人竹杠的佐德税体系的形成 和战争债券的广泛发行 使得联邦政府以民主政治的方式 提升了政治权威 也提高了政府的资源控制能力 从而能够获得国防资源和战争费用 另外一方面呢 在战时统治经济之下 补偿性的国家建设的充分发展 使得强国求胜的信念 与繁荣趋利的诉求 巧灭的融合在合作国家的发展之中 而通过行之有效的社会动员 所激发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又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工业齿轮 融汇在了一起 这样才铸就了一战之后 美国实现了它的强国愿望 感谢观看